哎 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到修飞厂了 通常情况下这种时候呢 我就把它扔给他 让他来修就可以了 然后付他一个小时人工 可是他现在说呢 他真的是没时间 那我现在只有一种办法 车已经开进来了嘛 我说那我自己动手了 他说你自己动手就动手了 所以说呢 就是四颗螺丝 两条线 四条四颗螺丝三条线加一颗皮带 我接下来呢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呢 就是alternator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灯光很暗的 我大家就是就是看一下吧 首先呢 我要找这个东西呢 把这个 他这是个方投的 这个方投的时候塞进去呢 把这个往下一撬 先把这根皮带取出来 这根皮带取出来之后呢 这个皮带取出来之后呢 我这个连在alternator上的这个东西呢 也就可以取下来了 然后紧接着 这奥特甚至就是这四个螺丝 一颗 两颗 然后最难的呢 下面这两颗 三颗 四颗 四颗 这四颗螺丝下来之后呢 把这个 电源 拔掉 然后上下一个正级 下面一个负级 就这么几颗 简单不简单 操作起来呢 其实就怎么回事 但是我不说了 在你灯光 灯光昏暗也好 各种各样的条件也好 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也好 废话不多说 既然呢 这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的好处吧 他愿意让我干 那就可以了 虽然我现在是极其不想干 哎呀 我的妈 黄死我眼了 理由很简单 大家知道为什么 不用我今天晚上还有开工 到时候我想想今天晚上车能开不能开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看看我装上我的发电机 点火之后 是什么效果 因为现在点火之后呢 发动机呢 是发动 但是呢 我的那电压呢 还是保持在11.8伏 根本就不动了 好了 但是现在没问题 我的车呢 这个电池电量呢 还能够打火 所以说我不带 所以说现在就是把它赶快卸掉 废话不多说了 赶快搞定 好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工具呢 都准备齐了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只要你动所有的电 知道吧 不管是动所有的电 记住 一定要把电池的电源全部切掉 切掉的时候 你可以按开关 也可以把电池直接拔掉 你知道 我个人觉得就是把电池直接拔掉 就这么简单 好了 行了 现在记着嘛 断电是第一点 断了电之后 把那四颗螺丝一下 把那所有东西都一点一点来 好吧 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把这个东西 不解释的 再解释又是一遍 没时间了 好了 就这样了 不废话了啊 给大家 因为我想起来这个东西呢 是必要 是非常安全的东西 我要第一时间给大家解释 安全的东西 一定要先断电 否则 真的你就是火花似箭 哈哈哈 我应该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具体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是搞定了 来给大家看看我的成果 四颗螺丝 哈哈哈 就这四颗螺丝 上面这两颗 一颗两颗 下面两颗能看着吗 兄弟们 哎 看着了啊 一颗两颗 下面两颗螺丝 然后再加上这根上面这根红色的电线 下面这黑色的电线 还有再加上这个 正中间这个 好了 然后呢 所有的披带呢 都上好了 上好披带之后呢 我们先不要给他打 就是打火 打火就轻轻的一下 好吧 来 我们然后呢 再把那个 哈哈哈 我们再把我的 我再把我的那个 怎么说呢 再把那个 耶 嘿 嘿 大家 so let me see how good how good my work it is ok 好了 我把这个 这里面有开关 我把这个电源开关开掉 好了 现在呢 我先不打招呼啊 我只是要给他crank一下 因为那个 有那个 就是让他转一下 就是看一下那个皮带 为啥 你看就这么 然后呢 看一下皮带啊 我们再把拿着这个 看一下皮带怎么样 看一下皮带有没有就皮带有没有正常 皮带转了一圈可以啊 皮带这边都是正常的 我觉得皮带是正常的 这边看着正常了啊 然后再看一下那边的 应该是没啥问题 看这边的皮带 好 刚才我刚才上这个皮带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好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 在我认真检查之后呢 没问题 我们可以点火了 点火 并不是最重要的 是点火着了之后啊 我们一定要看那个 电压 来 跟着我一起上车 哎呀 打火这个东西呢 我把我给我给大家照亮 打火了啊 好了 打火着了 给大家看看我现在的电压 减号减号 12.5伏12.6伏 12.7伏他会慢慢一点点涨 不着急啊 12.8 这新换了好多年他会慢慢分分解 分加电压 12.9就没有了吗 然后往上涨 还在慢慢涨 14 先先不管了 我先歇一下 然后呢跟兄弟不用歇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还要跟我那个师傅看一下 问一下我的师傅 OK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的这个电压的是 13伏他说他正在插进电压 那我不管他 我们先把它 如果是关掉啊 我们先把它关掉之后看一下嘛 自己做一下研究嘛对不对 然后再把钥匙引到欧恩上 然后你再看一下什么情况 12.4伏 好了 现在不管他 我们12.4伏我们再给他打一下 126伏电压是在涨的看到了吧 12.8现在电压在讲证明他在充电 12.4伏电压是在充电 我们冲一会儿吧 但是我现在呢在这个这期呢就是刚刚自己搞定了自己换了高手那是在别人帮 轻微的不在别人的帮助之下的我把那个奥特务 我们那也开开灯 体量体量我自己 现在那差不多六点了 我这一天的还没打吃饭 不管了苹果反正是吃的 放心吧 我死不了 那这些时候干嘛了赶快回家 因为我今天晚上又要出发了 那补交之前呢我不是说了我先把车确定好 车没有问题 就OK了 那现在呢我的车的问题呢我估计呢还有一个叫做 我看一下应该这还有应该应该是应该上应该还会有 扣的 我看有没有扣的 对得到四次有三个扣的 Aire Intake System Problem Detected 那我知道了这三个的话呢就都是那个啥 那这三个扣的呢我可以管他也可以不管 这三个之前的我的 我知道的就是因为我的电压不稳 造成的这种 现在呢 还是电压的还是在是三浦他还继续在给我的汽车充电 不管了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东西 现在呢我就叫我来那个哥们让我让他把那后的清理干净 结束了 好了你们学到了吧有时候我 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回去赶快洗个澡 吃点饭 睡一觉 继续上路 下期见小伙伴